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2月28号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不久之前 协程将推出3加2工作模式冲上了热搜 从3月1号开始 协程这家在线旅游平台将会允许他们的员工 在每周三 周五在家远程办公 那一时之间也是引发了大量关于混合办公的讨论 其实这种公司办公加异地办公相结合的混合办公模式 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国外早有试水 这其中的代表就有Google 微软和Meta等等 而国内在协程之前还暂时没有大厂正式推行 那究竟是他们不如协程勇敢 还是混合办公的模式 并非易事 这种办公方式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和困难 那我们又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来应对呢 来自哈佛商业评论的作者 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马丁哈斯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们在几条商业科技动态之后和你一起来了解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运动科技公司 KEEP准备上市的消息 2月25号晚上 KEEP递交了他们的上市申请文件 准备在香港IPO上市 他们的招股书显示 自2019年开始 KEEP营收总额逐年增长 其中2021年前三季度总营收达到了11.6亿元 超过了2020全年营收的总额 但是KEEP仍然没有实现盈利 自2019年起 总计已经亏损近12亿元 其中2021年的前三季度亏损大幅度的上升 招股书当中的解释是 公司由于对长期盈利能力的信心增强 增加了广告和品牌推广投入 KEEP这家公司成立于2014年 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 公司目前形成以运动产品 广告 会员 线下运动空间 KEEPLAND为主的四大商业模式 招股书显示2021年 KEEP平台平均月活跃用户数 平均月度订阅会员数和会员渗透率 较2020年都有所增长 移动数据和分析公司App Annie的报告表示 在健康健美领域 2021年KEEP应用位列亚太地区下载量第一 根据36克的分析 上市之后的KEEP不可避免地 要面临其他同行分流用户的可能 在线上方面 同品类的App有FeedTime 每日瑜伽等等 在线下KEEPLAND面对一众超级星星乐客 等等专注线下门店的对手 那在智能硬件方面 除了Feature 乐客 咕咚之外 还有科技公司 比如小米和华为等等 下面来关注一下监管部门 对网约车货运平台抽成合理化 透明化的进一步的要求 2月24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的负责人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22年将开展网约车 道路货运新业态平台抽成阳光行动 督促主要的网约车和货运平台 向社会公开计价规则 合理设定本平台抽成比例 或者是会员费的上限 并且向社会公开发布 在驾驶员端 实时显示每单的抽成比例 滴滴去年5月公布的 2020年司机收入报告表示 司机收入为乘客应付总额的79.1% 剩下的20.9%当中 10.9%是乘客补贴优惠 6.9%为企业经营成本 3.1%是网约车业务的净利润 滴滴方面表示 司机收入是司机分成和司机补贴之和 从去年8月份开始 交通部要求网约车平台规范 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 设定抽成比例的上限 并且向社会公布 去年的8月16号 滴滴车主APP在部分城市上限实行 司机收入报告 根据财新对华东政法大学 法学院教授陈岳峰的采访 设定网约车平台抽成上限 关系到收入分配 主要是防止平台滥用支配地位造成垄断 但是具体把上限划到什么程度 才是合理的 还有待进一步的测算和研究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财报的 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北京时间2月26号的晚间 股神沃伦巴菲特旗下的公司 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 公布了2021年四季度和他们的全年财报 以及一份巴菲特每年亲自撰写的 至股东信 他们的财报显示 公司全年的营业收入总计是275亿美元 对比去年增长了25% 公司归属伯克希尔哈萨韦的股东净利润近900亿美元 是去年收益的两倍多 在致股东的信当中 巴菲特高度赞赏了对苹果的投资 从2016年巴菲特逐渐持有苹果总计360亿美元的股票开始 到现在超过1600亿美元 投资收益已经占据了伯克希尔股票投资组合的40% 另外因为铁路运输 公用事业和能源业务在疫情中逐渐的恢复 公司的铁路和能源两个支柱业务去年的表现也是超出记录的 美国伯林顿北方圣泰飞铁路运输公司 和伯克希尔哈萨韦能源公司 去年净利润分别达到了60亿美元和40亿美元 与此同时 巴菲特在2021年继续加大了回购股份的力度 累计收购了外部流通股票的9% 而在2021年总共拿出了270亿美元之后 目前持有的现金及等价物 依旧高达1440亿美元 下面的时间要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混合办公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和办公方式 正在随着疫情悄然发生变化 家和办公室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混合办公的趋势也逐步的显露 那什么是混合办公 这样的办公模式有哪些利弊 我们又该如何克服这种模式 可能会带来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呢 我们在一条小小的早咖啡动态之后 和你一起来关注 嗨你好呀 我是孟一 应该有不少的朋友知道 我们生动活泼开通了付费newsletter的服务 那通过这个媒介 我们打造了一个会员社区 但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大家 对会员社区的需求意见和建议 帮助我们把内容和活动做得更好 我们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 无论你是否订阅了我们的newsletter 我们都非常希望听到你的声音 查看本期节目的show notes 或者是在生动活泼的公众号 回复问卷这两个字 就可以获取问卷的链接了 那填写这份问卷呢大约需要你2到8分钟的时间 当然我们也会严格保证问卷的匿名性 另外本问卷回答的任何信息 都不会用于生动活泼 内部用户调研以外的任何用途 所以在此呢也提前感谢大家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小动态 下面继续我们的清解读吧 不久之前在线旅游平台协程宣布 将会在全公司推行混合办公制度 从3月1号开始 每周三周五公司各事业部职能部门 可以根据实际管理需求 实行或逐步推行一到两天的混合办公 也就是说这两天员工可以自行选择办公地点 新政策将会覆盖集团的全部员工 不分男女与岗位不做薪资的调整 由此协程也成为了国内首家推出3加2混合工作制的大型公司 消息一出不少的网友都表达了羡慕 认为协程这次开了个好头 也有人问如何能让老板不经意之间看到这条消息 但是也有网友担心这样会不会让工作和生活更分不开 加班是不是会变得更加常态化 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 混合办公模式意味着一个组织的内部 既有远程办公的成员 也有现场办公的员工 其实协程并不是首个探索混合办公模式的企业 比如说在疫情之后 推特宣称他们的员工呢 就是可以永远远程工作的 Jobbox宣布集中工作的办公空间将会慢慢退出 另外Google 苹果 微软 亚马逊 戴尔等科技大厂 也都在纷纷探索这种模式 埃森哲的全球调研报告认为 在未来工作的选择上 83%的员工更喜欢混合工作模式 而63%的高增长公司已经采用了生产力无处不在的劳动力模型 虽然多项研究都指出混合办公模式在工作的灵活性 以及企业削险成本等方面是有着不少优势的 但是这种新的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也会面临不少的问题 来自哈佛商业评论的作者 沃顿商学院的教授马丁哈斯 结合他近25年来对全球各类企业在线团队合作方面的观察 总结了他关于混合办公模式可能存在的五大挑战 虽然人们可能早已经适应了视频会议的沟通方式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种方式可以完全满足混合工作模式的需求 比如一个会议当中 如果有少部分的人是远程接入的话 那么在办公室里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 是否都需要从不同的电脑上登录视频会议系统呢 如果不需要的话 如何能够保证远程接入的人 能够获得与线下人员一样的充分沟通表达机会呢 另外马丁教授认为 远程和混合团队当中的沟通 可能会因为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喜欢在线上说话而变得复杂 与此同时远程工作的员工 如何能够像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一样 拥有与同事随时聊天的顺畅体验 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挑战之二 协调 所有的协作工作都涉及协调 但在混合团队当中工作 比面对面工作所面临的协调挑战要多得多 它的风险在于 研究人员所称之为的断层线的情况 更容易出现在混合协作的团队当中 由于和远程队友协调 需要投入更多额外的努力 所以远程的员工也比较容易 被在办公室里一起工作的人排除在他们的小交流和小决定之外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会逐渐的习惯 谁参与谁不参与 那远程工作的人员就有可能被排除在更大的对话 和更重要的决策之外了 挑战之三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来自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介绍 良好的工作关系关乎于员工的归属感和工作效率 有研究表明在工作环境中拥有良好合作伙伴的人 他们在持续高效工作产出的可能性方面 要比其他人要高出七倍 而混合模式中员工的工作关系会由于物理的分离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混合工作可能会产生一个 由线下经常紧密合作的员工所形成的主导圈层 也就是那些觉得自己是组织的核心人群 以及另外一个主导圈层之外的群体 这部分群体不仅会觉得核心工作与自己关系不大 同时也可能会觉得自己与那些 能带来紧密连接与创造力的小圈子有一定的距离 沃顿商学院的马丁教授认为 这种现象可能会导致这部分的员工不那么快乐与积极 甚至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寻找机会 混合工作模式对集体创造力和个人创造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集体创造力方面 虽然人们可以通过视频会议进行各种头脑风暴 但是多项的研究证实 在流畅的线上交流都没有人们能够面对面坐在一起 集中精力讨论的方式更加富有成效 其次对于必须不断创新的员工个体来说 长时间独自工作是否会产生更多的创造力不得而知 但是来自人类神经科学前线的一篇学术论文认为 与同事之间的社交互动 以及在工作环境中偶然的一些新发现 甚至是通勤路上风景的变化都可能对个人创造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一家企业中有一部分员工从来不来线下 或者很少来办公室与团队一起共度时光 那么这部分员工该如何更好地融入公司文化呢 特别是一些通过远程加入的新员工 无论他们是实习生初级员工还是经验丰富的高管 当然对于老员工来说 自己所在的公司是否能够持续保持积极的工作与文化氛围 也是会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马丁教授的介绍 即使是那些在日常管理任务方面都做得还不错的人 由于缺乏足够与团队在线下的融入与感受 也很有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公司的关系 有越来越疏远甚至是脱节的风险 如果说这五个挑战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消失的话 那么混合模式团队的成员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 马丁哈斯教授也给出了他四个简单的步骤 首先是评估 可以分别根据以上的五个挑战 给自己一个你认为你的远程或混合工作团队做的怎么样的分数 你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字母评分方案 或者是一到十之间的评分 这里的目标是用这些分数来总结你认为 每个挑战上是否状态良好或者还有改进的空间 其次是分析 评估之后找出得分最低的项目 然后分析为什么这个挑战项目的分数会比较低 比如你发现沟通方面的得分最低 那么你是否观察到一些人可能说话太多 而另一些人则说的不够 或者如果你在创造力方面的得分最低 那么最受影响的是集体创造力还是个人创造力 然后继续给次低分的挑战项做原因分析 直到你找到了每一个没有得到满分的问题 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再次就是做计划 仍然是从你得分最低的挑战项开始 考虑你能够做些什么来改进这一问题 这部分的目标是制定三个你可以采取的行动步骤 来开始解决你已经发现的症结 比如说如果你的最弱项是协调 你可以想出更有效的方法来确保每个人都参与所有重要的决策 或者是制定一个新的时间表来确保与远程团队的成员 来进行更定期更有条理的信息共享会议 同时还需要找出实施你的行动步骤的潜在障碍 以及克服他们的方法 那接着呢就是以此类推来解决其他得分较低的挑战项 最后就是落实 像执行任何计划或项目一样 你需要和团队伙伴一起来制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来解决你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这些实施步骤会在几周或者是几个月之内推出吗 以什么样的顺序推出 在每个阶段需要咨询或通知哪些成员 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以及如何设立衡量计划有效性的关键指标 比如说通过调查来跟踪公司文化落地的进展 或者是定期的与新员工进行沟通 作为改善团队成员间连接状态的一部分 最后确保你设定了一个时间框架 来回顾你们所做的改变是否有成效 对于那些即将采用混合工作安排的人来说 这些挑战和步骤可能会有些让人望而生畏 那对于那些已经采用混合工作安排的团队来说 这可能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但好消息是人们可以迅速地了解混合办公模式最大的障碍 可能有哪些 以及我们该如何减少这些负面的影响 就像埃森哲的报告所描述的 问人们将来应该在哪里工作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了 一个更好的问题是 是什么释放了一个人的潜力 使他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能够保持健康成长并且富有成效 不知道你是否是在一个混合办公环境当中工作 其实我们生动活泼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混合办公型的团队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想听听 你对于这种办公模式的理解是怎样的 不妨在我们的评论区一块来聊聊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在这周三一早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在苹果podcast给我们五星或者好评 也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啦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